主料,红薯一个,糯米粉三勺,小麦面粉三勺,辅量,油,椰子粉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红薯蒸熟去皮,糯米,面粉椰子粉,红薯按压成泥,放入三勺面粉三勺糯米粉,加入适量的椰子粉,和姜粉与红薯泥混合,分揉成面团,然后将面团搓成长条, 切成大小一样的剂子,将剂子散成小饼,锅内入少量的油,烧热后小火,将小饼放入锅内,煎至一面金黄后翻面间,两面金黄后装盘,烹饪技巧,一罐本身带有一定的水分,所以不需要放水面粉和糯米粉的比例,吃1比1,没有椰子粉,也可以放糖中调味,不放糖会更健康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,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